邱玉瑩他是不是算是動作派的 因為他在二度的時候 就是動手打了那個羅志強一把掌 因為這幾天在國會的整體的新聞 大家都有看到 那當然我們也有完整的看到影片 當時這個志強委員在那邊自己開直播 然後這個邱委員就過去 應該是拿個工具 應該是扇子 是看到的狀況是 第一下應該是要打他的手機 第二下是用這個扇子朝他的臉上刪了一個耳光 那當然我是覺得羅委員當下是 因為他在開直播而且他也是男生 他並沒有做什麼樣的反應 不過我看到小新委員就有看到這個動作 就也立即上去也拉住了這個邱委員 那就是大概去做個理論吧 我覺得邱委員從過去在反對黨的時候 曾經踹過法務部長的這個大門嘛 那時候是在野黨 那也曾經在這個完全執政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那時候我們是反對黨的時候 跟我其實也有過這個在立法院有一段的 我們的議事的攻防 那麼現在是執政黨 但是是國會的相對少數喔 我想不論是在哪一個階段 在立法院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了 我想邱委員 但是我看他的性格依舊還是沒有改變 不過我想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我們都必須經歷過自己要成長的一個階段 那也希望給我們的選民看到 我們在政治上我們自己有所學習 也有所成長能夠去回應我們的民意 那因為在立法院的議場裡面的議事攻防 我實際上也不方便說太多 只是希望我覺得角色上的拿捏 我們自己要注意 而且我想現在是賴總統的 才剛剛上任的第一個月 他一定也是希望跟在野黨也好 或者是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民眾黨 都希望呈現一個可以互相來合作的態勢 所以包括我們地方政府也是一樣 我們跟行政院這邊 將來等中央相對都穩定之後 我們也會帶我們的部會 帶我們的這個局處長去拜會部會首長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充分的配合 但是如果立法院在整體的運作上面 沒有辦法給賴總統作為一個後盾的話 那我想這個可能對於賴總統未來 在職勝上跟在野黨的相處之間 可能會有些的摩擦 那我最終還是希望就是 大家在這個國會的討論議事的攻防 我不方便多做回應 那我覺得每一位政治人物要很 自己要負責任的讓我們的選民看到 這二十幾年來我們自己的政治的成長 那明天我剛好要到立法院去開 這個我們巧咖節的記者會 有機會邀請邱委員一起來喝個咖啡 大家呢也能夠這個 就我們這個在地方的發展也好 或者是在就這個 國民黨跟民進黨之間 那如果可以有更多的議題 民生議題大家互相來合作的話 我相信也是我們這個百姓之福 2017年的時候啊就一戰沉迷了 那段的過程當然就是我已經也對外講過了 那是那個一個意外啦 那因為他當時是過來主動的 對燕秀委員有一些的拉扯嘛 那有一些的動作其實剛好手上 脖子上是掛著那個耳麥的 有些的危險扯到他的脖子有些的勒痕 那當時我就過去就是其實要幫那個燕秀委員解圍啦 那我覺得就是在立法院我們不希望我們給百姓看到的是這樣的一個 長期這樣的一個生態嘛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溝通 但我們也能夠理解有時候在政黨在意識上的攻防 沒有辦法完全如百姓所期待 但是呢我想每一位在不管是能夠進到立法院的殿堂 基本上不是都是經過民意協議的或是有一些專業背景的部分區的委員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有這樣的一個sense 出來外面之後如何在面對選民跟我們的這個國事在議事的時候都有一定的這個水準啊 這個我想我們都也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想我們就希望這個立法院的議事可以順利吧 因為立法院議事順利的話 都有很多我們所關心的民生的議題 例如我們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國土法的問題呢 也希望能夠盡快的在立法院能夠跟行政院得到充分的一個討論嘛 所以政治的攻防少民生的議題就過得會快一點嘛 前面這個羅志強委員跟應該是沈柏洋委員吧 然後我印象中啦如果有記錯的話請多包涵 那他們有就是比較近距離的吵架 那就是關於說散會以及呢這個醫療再生法什麼時候審查的問題 那我看到那邊就是開始有一些口角之後 我就決定要下來看一下 那但是我走下樓梯的同時我就聽到這樣 的聲音非常非常大聲 然後我就看到是邱易營 他打了 我不曉得他用什麼打可能是手或是扇子 這個我沒有看清楚 打了羅志強一個耳光 那羅志強強哥他當下是繼續拿著他的手機 看得出來他很憤怒 但他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跟大家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還 所以我就衝上去抓住邱易營的衣領 問他說你剛剛是怎樣 那我要告訴大家這個人就是呢欺善怕惡 當我抓住他的衣領的時候 他只敢眼睛大大的瞪著我 他什麼都不敢做 不是很會打人嗎 怎麼不再打一次看看呢 碰到壞人的時候就會怕怕了是嗎 碰到男生你知道男生不敢跟你還手 你就打他一巴掌 碰到女生知道你如果對我怎麼樣的話 我會還回去你就怕了是嗎 然後就有很多包含是民進黨跟這個國民黨的 都來勸架怕我們打起來嘛 那在這邊我比較抱歉的是因為那個王美慧 美慧姐民進黨的 那就伸手幫這個邱易營打 那我要去抓邱易營的手之後可能有抓到他 所以他這邊有一點受傷 這件事情我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在那個衝突過程當中 誰跟誰的手是很難分的 但是我只是要告訴邱易營一個道理 你不要覺得國民黨是很好欺負的 你不要覺得你今天一個女生你打男生 所以男生拿你沒辦法 我們國民黨是同一個團隊 不是這麼輕鬆就讓你欺負的 你一個人打我們一個人 我們十個人還你一個人 所以雖然今天大家為了表決先分開 可是誰先實施暴力 哪一個政黨多次實施暴力 大家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我沒有想過邱易營就直接走進來 本來他跟卓志強也沒有什麼口角 他就直接這樣啪就下去了 大家有沒有想到過去那一幕 當時許淑華賞他一巴掌的時候 現在的許淑華縣長也是一樣 他突然走過來攻擊我們的女委員 然後許淑華縣長看不下去就把人拉開賞他一巴掌 這次又是一樣的事件啊 學不乖啊 真的是患打男生啊 覺得男生不好還手 男生一旦還手的話可以裝可憐 可以說騷擾 可以說好痛 可以哭給你看 但不好意思 不管是之前的黃結 還是今天的邱易營 我們身為女生 當男生被欺負的時候 我們也會挺身出來保護他 不要覺得你的暴力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不要讓民進黨的暴力灌壞你們 國民黨現在是非常團結的 來奉勸一次邱易營小姐 邱易營委員 請不要再繼續實施暴力 你從批法務部的大門 到打我們國民黨的女委員 到打羅志強你到底還要打多少人才買力 是有暴力狂是不是啊 所以我只想跟大家說 羅志強委員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男子 並沒有去跟邱易營委員計較 但是邱易營委員的行為是完全不可取的 他應該他欠羅志強一個好好的道歉 大力 都打了 這麼窄 這麼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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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窄btbt 這麼窄呢 有了 這麼窄呢 這麼窄呢 沒 怎麼被打呢 這麼窄呢 蛋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